新书快报 现在是网络媒体时代 大家都很习惯看非常简短的讯息 但是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 其实在新闻里头 有一种报道文学这种特殊的文本 那新书快报为您介绍一本 以印度年轻人为采访对象的报道文学 它的书名叫做《夜的镜头》 请到的是兼具国际政治和印度背景专长的 林玉京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老师您好 是您好小华您好 这本书它的中英文的书名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看不懂 讲到夜的镜头 夜指的是什么夜 这本书的中文书名是从它的英文书名来的 那英文书名是The End of Karma 那我们直接把它翻成中文是夜的镜头 那夜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根据印度教的一个传统的信仰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夜解释为 人过去生命言行所造成的善于二 在死了之后呢 肉体消失了之后 这些累积的夜会随着轮回进入下一世 这样子 那在这个理论里面呢 每个生命其实都会根据它前世的行为 带着以生俱来独特的夜 比如说 修饮的夜是钻土 老虎的夜是打猎 那在印度教的这个种姓制度当中呢 就是每一个人会有一个种姓 那它根据它的种姓就会有它一个独特的夜 譬如说 佛罗门的夜是学习经文 战士的夜是战斗 清道夫的夜是收集垃圾 因此你怎么样去完成你这一辈子的角色 就会决定你将来的命运 那累世的夜报就会决定了你现在的位置 在这个主标之下呢 它还有一个 作者还下了一个副标题 它的副标题叫做 印度青年的愤怒与希望 作者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所书写的这七个案例里面 其实他看到了这一代的印度年轻人 他们正试图要去挣脱过去这些命运的束缚 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过去的这些既定的架构的一个前置 那这是一个就是对传统既有传统体制的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但是在这些机会跟挑战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也受到了非常多的挫折愤怒 挫折透过就是这七个案例里面呢 去希望能够点出来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是印度的一个现状这样子 书名叫做《夜的镜头》 我们一开始有介绍说它是报道文学 所以说这个七个主角应该都是真人 那他采访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把他们的故事写到让大家愿意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书里面讲到说印度的偏乡 电力不足 电力供应并不稳定 但民众却非常的依赖手机上网 手机要放到那个村里的角落的那个小商店里头去充电 这样的戏剧化的例子在书里头 真的是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七个故事当成是印度社会现状的七个切面的话 我们从这几个切面看到的印度是什么模样呢 你刚提到这个案例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点出了这个作者 他想要去谈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今年刚好是印度庆祝 就是独立建国 就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 独立建国70周年 那在这个他作为一个就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民主共和国当中 其实这个民主共和国的立国的一个理念 对人民其实有非常多的承诺 机会的平等 然后民主价值 然后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上面正义的这样子的一些承诺 都写在世界上最长的这部宪法里面这样子 那可是作者其实他印度采访的这几年当中 他看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都在面对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些在宪法里面所做出来的承诺 是不是真的有被实现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特别尤其是就是印度在过去20年来 其实是面对了一个有史以来经济最繁荣的年代 他们从1991年开始对就是国际开放市场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进入了一个就是经济空前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 那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 然后又是一个就是相对民主自由的国家 那是不是真的就会让这些90年之后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真的有得到好的机会能够发展的这样子 那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印度偏乡便利不足不稳定 民众却非常依赖就是就是到那个小商店里面去充电 让手机上网 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第二大的一个网络用户市场 可是跟我们的网络使用经验非常的不一样 这些网民他们几乎多数都是手自用 以手机进入网络 因为他们的水电供应 电话线网络铺设 这些公共建设都相对的落后 很多乡下的地方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一类的公共建设 即使在都市的地区 就是这些公共建设也不是很稳定的状态 因此手机就变成了很多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沟通 取得资讯的管道 特别是针对就是年轻族群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印度是中国 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的网络用户市场 那这些网民里面就是超过75%的年纪 都是在35岁以下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印度呢 那是一个公共建设相当落后 但是年轻人又非常多 然后他们充满了向上改变的渴望 然后他们可以得到 他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工具 得到很多资讯 可是又处处受到建制打击的一个社会 这样是面对的 其实是一个很重大挑战的一个社会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矛盾纠结 还有很多跟历史背景有关的因素 所以您刚刚其实前面有讲到说 这本书的前言里头 就有讲到说他一开始就用一个超级特别的宪法 这个可能算是非常先进的民主宪法 但其实在落实上面是有一些要花时间的 因为人口太多了 那我知道您自己本身的学经历 其实很特别 就是您在国际的NGO服务 而且您对于印度 整个东南亚都非常熟悉 我很好奇您这样子的学经历 在翻译这本页的尽头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或启发呢 我觉得困难其实没有 其实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到很兴奋的一个状态 就是接到这本书 因为当时我一开始其实是为出版社 就是做审书这样子 那我们看了很多不同的书 那那时候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符合现在的时事 跟现在印度的现状的一个状态的一本书 跟我们目前在就是书室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书写印度的其他的作品的风格 非常的不一样 正因为我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在NGO服务 然后在我的就是工作的一个经历里面 其实我们接触到蛮多就是印度的 就是公民社会的团体 因为公民社会团体其实非常的活跃 就像你刚刚可以听到的说 印度是一个非常就是复杂 就是社会问题很多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国家 那也因此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他们的公民社会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过去其实有接触过像就是达利 就是传统上我们翻译为建民 这样子的一个阶级的权益组织 然后他们的妇女运动非常的蓬勃发展这样子 然后我们甚至也接触过像人口翻译纪录片的导演 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不同的团体 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在印度是一个非常活跃 然后某个角度上你可以说它有点混乱这样子 但是又非常具有活力的一个社会 那跟我们现在一般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 就是在书写印度的不管是从经济方面 或者是旅游方面或者是宗教方面的印度 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状态 那所以我当时在审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觉得太棒 终于有一本就是这样子 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印度非常不一样面相书出现 那我觉得台湾很需要这样子的一本书 所以特别就是跟出版社做推荐 那出版社这边也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们就一起就是合作一路走过来这样子 听到林老师的介绍 还有这本报道文学业的镜头的内容 让我惊觉到说我们对印度其实充满了刻板的印象 能不能谈谈我们怎么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怎么样改变它呢 应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印度啦 就是因为我们根据我的工作经验 然后其实不只是印度 我们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就是社会团体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了解真的不够 对然后然后也不深 然后而且很多时候其实经常只是媒体上面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篇报道 因为通常像就是会出现在媒体上面报道 常常不是国家大事就非常重要大事 不然就是像就是一些很重大的社会新闻 比如说应该有点像2012年的时候 德里发生的公车行情事件 对的新闻才会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面 那所以往往留下来的印象 其实真的都是非常片面的 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事情背后的 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脉络这样子 那所以我其实很开心就是 这次能够把这样子的一本书 就是介绍给就是台湾的读者 让我们可以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更多的脉络去判断 原来很多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它背后的其实就是影响因素还蛮多的 报道文学当中我们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的刻板的印象可以稍微减弱一些 那非常谢谢林玉京林老师 为我们介绍这本由马可波罗所出的夜的镜头 非常谢谢林老师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